巴黎奧運就要開幕了 巴黎市長伊達哥十七號跳進了賽納河游泳 來證明河水的水質已經足夠乾淨 可以在奧運會期間來舉行游泳比賽 原本他是上個月就要下水的 但是因為水質檢測超標 所以是被迫延期 直到週三才兌現承諾 巴黎市長伊達哥在巴黎奧運組委會主席等人陪同之下 一起下水游泳 河邊是擠滿了民眾圍觀 伊達哥是沿著河水游了大約100公尺 他說這是夢想的一天 終於是完成這一項大工程 巴黎政府為了要整治塞納河 投入了14億的歐元 防止污水流入河道 不過奧運期間能否在塞納河舉辦比賽 會在前一晚和當天的凌晨 來做最後的判定